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三本的頻道 我會在這個頻道分享股票投資判斷方法以及存股標的 希望大家可以藉此獲得一些理財知識 早日邁向財富自由 做自己想做的事 最近詐騙猖獗 三本來了不下廣告 也沒有耐權或者助理 如果要你加耐 或者私底下 提供三本YouTube會員頻道之分析文都是詐騙 私底下收取分析文也會有法律智慧權問題 請各位股民小心 今天的影片以實際投入293萬元買入高股息ETF00919、00929的投報率如何 影片會著重於介紹這兩檔ETF 三本買入的原因 每月帶來多少被動收入 同時也帶大家比較這兩檔的合理價位 喜歡三本的分析也請別忘了按讚 訂閱三本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能慢慢建議自己的存股名單 也可以追蹤三本的FB以及IG 三本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2023到2024年可以說是ETF的元年 各式的ETF蓬勃發展 尤其是高股息ETF動輒6-10%的殖利率 搭配即配、月配、深得投資人喜愛 規模成長非常快速 00919群益 台灣精選高息第四次配輸 股息0.66元 表現優於預期 另外00929是台灣首檔月配息的股票ETF 憑藉著高殖利率 規模也是成長飛快 兩檔都是近期以來非常紅的ETF 讓我們繼續往下分析 首先我們看到這兩檔ETF投資評比 股價是以5月22日為基準 00919的資產規模已經來到2061億元 極進台股ETF前五名 另外00929的資產規模也是非常誇張 2023年6月上市以來 至今已突破2000億元 來到2078億元 目前00919的成本價為25400元左右 相比於00929 20380元來的高一些 數值之外00919成分股為30檔 每年調整成分股兩次 而00929成分股為40檔 每年調整成分股一次 依據00929的選股邏輯選到了 皆是電子相關類股 而00919成分股的產業比例為半導體 以及航運股 兩檔ETF的產業不太一樣 不過這是依據ETF的選股邏輯所挑選出來的標的 對於股民較為重要的是 能不能穩定配出股息 並且填息 在配息頻率上00919為計配 00929則為月配 在內扣費用方面 ETF需要管理費等相關儲置費 所以會需要內扣費 費用會從本金直接扣取 00919內扣費用約0.45% 00929內扣費用約0.48% 分析完初步的特質後 股民最關心的就是兩檔ETF的投資標的報酬率為和 以00919目前計配0.66元 在25.4元以內的價格購入 殖利率都能有10.4%以上 在24元以內的價格購入 則殖利率還有11%以上 另外以00929固定席值0.2元估算 如果想讓每張的席值固定在11%以上 就可以趁價位來到20.3元以下 多買來降低成本 在24元以內的價格購入 則殖利率還有10%以上 且00929的股性相對比較活潑 可以創造很多見率加碼 增加股數 降低成本的機會 接下來我們看到三本的投資比率 如上表所示 分別購買的是00919 67張 00929 80張 成本價分別是22.12元以及18.19元 投入的成本分別為148.2萬元以及145.5萬元 總成本約為293.8萬元 以目前00919即配息0.66元 00929月配息0.2元 00919換算每月配息14740元 而00929月配息16000元 每月總配息金額約30740元 投資的殖利率約為12.5%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報酬率 也因為三本購入的時間比較早 隨著ETF的配息提高 三本的股息報酬率也會慢慢提升 另外三本在這邊就不比較帳上獲利的金額 因為對三本來說 當初買進的原因是想要建立被動收入 所以每月達到的總配息較為重要 另外三本買進00919以及00929的原因如上 第一點因為00919的高配息9-10% 且能見度到今年第四季都沒什麼問題 00919從去年IPO募集時 就希望打造讓投資人可以領高息 會甜言息 以及越存越有力 越存越有力也就是仿造台積電現有的配息模式 維持固定配息金額一段時間後 再呈現階梯式的調高 00919配息從0.55元調高到0.66元 相信未來也能穩定配息 00919第二點目前股價25.4元左右 對於配發的股力來說是相對便宜的 00929的優點第一 越配息且選股邏輯不差 00929會將連續三年有賺錢的公司納入 並剔除景氣循環股 以及配發股力變動太大的類股 第二點以及第三點 三本認為19到20塊相對於發行價15元 機起算低且目前殖利率達11% 以上是三本認為兩支ETF的優點 投資朋友也可以在影片下方分享你投資ETF是哪一支 挑選原因是什麼 那如果今天我們想定期定額每月購入一張00919 並將配發的股息再投入達到負利效果 多久可以達到1萬、2萬、3萬的現金流呢 如上表所示 以00919股價25.4元配發股力0.66元為例 一年購買12張00919 年領息為31,680元 可用股息再購買1.2張00919 這樣一直維持每月購入一張 每季將股息持續買入00919 在第四年可達到1萬元被動收入 第六年可達到2萬元被動收入 第八年可達到3萬元被動收入 這個就是負利的效果 在00929比較同樣的購買方式 以00929股價20.3元 配發股力0.2元為例 在第四年可達到1萬元被動收入 第六年可達到接近2萬元被動收入 第八年可達到接近3萬元被動收入 整體的每月被動收入增加表如上所示 兩檔ETF00919、00929 所需的投資成本不同 像是比較多投資朋友想要達到的 每月加薪1萬元、3萬元、5萬元 三本都有整理出來 如果想要了解其他ETF 像是00878的每月加薪表 三本在會員頻道、新翔本以上 都有整理表格可供參考 接著我們來看兩檔ETF股價區間 也就是判定便宜價、合理價、昂貴價 目前00919股價25.4元 便宜價、合理價、昂貴價 分別為22.5元、27.9元以及33.5元 目前00929股價20.38元 便宜價、合理價、昂貴價 分別為19.1元、23.7元以及28.2元 便宜、合理、昂貴價 是由三本所建立的精算公式 考量現金鼓勵以及股票鼓勵計算得出 如果你想了解定存股、ETF 或者金融股的便宜、合理、昂貴價 同樣在三本會員頻道、新翔本以上 座友投資表可以參考 也會有比較多的描述 以上是這兩檔ETF的分析 如果你有什麼見解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討論 如果覺得以上的影片有幫助到你 不妨幫我們按個讚、加入訂閱 也分享給你身邊的好友 也許可以產生更多的話題 也可按下影片下方超級感謝 小兒贊助支持我們 我們會持續提供更好的影片給螢幕前的你 最後三本來的頻道發布了任何資料或意見 純粹資料整理 蓋部構成、購買、出售、銷售任何投資 參與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影片有任何見解 歡迎在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並點開小鈴鐺 我們將於每週三晚上8點 準時發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們下次見 掰掰